台式新闻独家报导要带您关心到 好友直接因为金钱上的纠纷反目成仇 一名男子他看准好朋友手上有闲钱 所以游说朋友把钱拿出来投资 但没有想到却是惨赔 两个人相约在台北车站附近来见面 不但发声了口角 还当今演变成了全武行 甚至有一方掏出了原子笔攻击 现在双方气得互告伤害 西装男子准备要快步离开 后面的人怒气抽抽冲上来 双方不但吵了起来 还爆发肢体冲突 就看到局一男子竟然掏出原子笔攻击 对方也不甘示弱 出拳打回去 双方在大街上上演全武行 一旁民众就怕被波及 赶紧打110叫警察 警方调查发现 胡锡男子手头刚好有点闲钱 好朋友推荐他有个不错的标的可以投资 没想到钱投进去了通通亏掉 胡锡男子气得把人约出来谈一见面就骂骗子掏出原子笔攻击 双方打成一团现在要互告伤害 爆发冲突的这栋老旧商办坐落在台北车站附近 到底是投资纠纷还是诈骗话数 警方也还要查 但附近店家更爆料 这里出入份子十分复杂 而且公司更换频繁 怀疑许多行号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分子设立的空壳公司 如果没有按照约定投资而是侵占投资款 或是有保证获利 则才有构成诈欺或是违法行径的可能 律师就提醒 千万不能随意相信保证获利 可能都是诈骗话数 一定要特小心 记者中文杨湾豪台北采访报道